主持人好 大家晚上好 我叫毕春蕾 然后来自中央民族大学 是一名硕士生 今天想找的工作是管理类 好 谢谢大家 二十九岁 硕士毕业了没有 没有 他的求持异象 大企业 价值大的企业就是大企业 你的简历好干净啊 我是觉得在工作上没有特别值得写的 那为什么异象企业和职位都不甜呢 因为我今年是英介生嘛 所以我也是想综合的看一下 给自己的平台和机会 因为写出来的它就出现了 所以我就能写出来 这样给大家比较广泛的想象中 哪一年考硕士的 我是一六年 一六年 所以你应该有过工作经历嘛 对对对 那为什么工作经历不写 谁在 因为之前的工作只是做一份 总经理助理这样的职务 那不是职位吗 不是岗位吗 那这就涉及到城市的问题了 因为你有工作经历不写 不不不 你说到城市就有点上纲上线了 我觉得 总经理助理这拿得出手啊 不是 不是挺好的吗 因为我觉得和我后来很多项目比 其实也不足为提报 那你其他的项目你也可以写上去啊 因为项目经历可能在我眼里也不太算工作经历吧 春雷 大家抓住你这个问题问那么长时间 你后悔没写吗 既然大家都说了 说明我当时做得不好 因为可能当时时间也比较紧 对 还是自己没有太认真对待 所以花姐问的是你现在怎么看 有则改制吗 还有一句无则加勉呢 我自己欺辱一下啊 就是那个 我就想知道你的意向企业和职位 和你的期望薪酬和工作地点 简单的说 我更开动的是平台和公司 能够给予我的平台 没有具体 没有具体化 第二是职位 你想做什么职位 管理类 然后第三 你希望薪酬是什么 看着给吧 我这人就技术出身 我就想知道 你大概底薪是多少 给不起 我就叫技术出身 我们有没有资格留这个灯 我真的没有特别明确的要求 我觉得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在公司会跟很好的平台 我觉得我认输了 它是一个经济学的硕士 那经济学里面最讲的 其实我觉得沟通效率 起码大家应该了解 你应该明白吧 你跟人家不是一个level 不行吗 我认输了 我们聊 接下来是我们的二人世界了 我特别想了解你刚才说的那个总柱 一个小部门的 从职员升到总柱花了多长时间 不到两年的时间吧 算平铺青云吗 也有坎坷 也有坎坷 说点坎坷的事 那我说我感恩的事情可以吗 也可以 在我工作过程中 既然巧合就通过人去认识了 其他书画家协会的老师 就打开了自己比较好的人脉吧 那那个总住多少钱一个月啊 最开始是四千多 走之前是多少啊 一万三 干嘛要走呢 我自己想给自己一个 就是梦想的一个完成吧 现在硕士毕业了吗 还没有 还有多久 还有半年 那这么急着出来找工作干人吗 早点见到你 行 我就当事情是一个理由吧 你要多少钱薪资 我期待的至少是一万二七吧 一万二七 那为什么他问半天 你死活不说一万二七 对 我还没有聊到很多的项目 包括我做过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个项目 说一个你自己有价值的项目 好吧 我在校方学校期间 然后结识了贵州那边的领导 也是我师兄嘛 然后他们一起做了一场活动 包括商业策划书的撰写 包括人员的沟通 我算是一个 拥密的这样一个身份的工作吧 但是这个是不是不是你做的 你刚才讲的你是助理 所以是不是是你的领导 来做这一事 只是你全程参与了而已呢 商业BP我可以说百分之五 六十都是我写的 你是主导还是辅助 对 兼有 这是几年前的事啊 就去年 去年 你今天真的没有特别想去的企业 之前比较轻易于段东哥哥 段东哥哥 确实是大企业 你说你要求一万二是吧 最低底薪 应聘的是职位是什么呢 总柱吧 总柱 或者董密 我加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如果将来你作为总柱 你招聘的话 这个来的人跟你一样 添简历 你咋办 应该不太允许这种现象发展 那就说声对不起 好吧 对不起 来 第一轮选择去火力 还有三盏灯 接下来请天圣伟 我真的是碎一地 他这上面 就虽然这么简单 那所以简单都就有效嘛 他特长是喜欢打篮球 然后呢 他又是民族大学经济学的 就我这边缺这种人 我港都准备好 然后从而到尾看不起我 没有 因为这碎的一地 一个脚的馅似的 没有进去聊到 我觉得可以考虑 其实我也挺期待你的 春蓝 咱俩是老乡还是同学 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太 我不知道你是骄傲 你还是根本 不把大家 所有人放在眼里 不是这样的吧 世界 我觉得因为对 我其实并没有一个 十分明确的标准 一定要给我多少 然后我觉得 我更看重的是 后期的后劲 对吧 那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平台 他有一种 话不投其半句多 对 是有一点 我觉得他不是说 这个无所谓的态度 我觉得是很典型的 这种知尊心太强 所以小叶用问的方式 你特别不接受排斥 所以你不愿意回答 但为什么 拖累老师跟你聊的时候 你愿意聊呢 是因为拖累老师 他是拉近了你 他是用聊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种 话术吧 或者引导 我可能不太习惯于 开门见山就来聊这个 那我就像 我觉得做生意 要先有感情一样 我才会跟你做 更大的生意 我不了解你 我怎么能够聘用你呢 我不了解你 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他恰恰进入了 这样的一个怪圈 我想问一下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来面是什么岗位 他要干什么 你们留灯的意义是什么 总序 总序吗 我有一个比较大的猜想 那你今天会有这样的表现 包括你对小叶刚才的这个对答 都是非常轻松 举重若轻 我觉得你对所有事情 都蛮不在乎的样子 其实你还没有毕业 你是不是已经拿到offer了 有offer 没有签 你适合做助理吗 你觉得 你觉得一个优质的 总助的最大的特质是什么 咨询畅通 咨询畅通 紧密联系 紧密连线 还有呢 实事求是 你觉得这三个 哪个岗位不是 不需要这三个呢 我刚才讲的是 总助的这个 特殊掌 特殊岗位的这个 优质 沟通能力 协调能力 组织能力 你觉得从入场到现在 你觉得你的沟通能力 协调能力 体现了吗 看大家的综合评价了 他其实一直在跟我们所有的 企业家在玩一场心理战 一场防御心理战 因为他可能怕他露出任何让你攻击 让你去质疑的地方 所以他宁可不说 我看到你急死恐惧 明白吗 你好 从这张简历的设计 到你回答问题的设计 到现在你主控全场 你是我第一个看到 我们这个 可爱的老师 站在旁边 可以不用说话 你自如地跟每一个嘉宾 都有发言的机会 同时你想要的这些大公司 也都为你留了灯的唯一的一个选手 你要不就是傻白甜 要不就是你赢了 谢谢叔叔 我是一直产空能力 现在还可以的 但是在求职上 可能还有很多 少要经济的地方 但是在生活里 是另一个样子 我真的不需要 来 职场情商课堂 66万购买奔驰车发动机漏油事件中 女士组坐在车盖上哭诉说 我就是因为太讲道理 才被你们欺负 尝试分析一下 这一类社会职场不公正现象 坐在车盖上 你不知道这事吗 我不清楚 不清楚 你好久没看过新闻了吧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的新闻 你不关注社会热点是吗 No 但这个新闻 现在每天所有的平台都在发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女车主 我买了一辆车 奔驰车66万 结果呢 车还没刚开出4S店门 就开始漏油了 然后呢 这个4S店呢 不给它坏一开始 没有什么答复 所以呢 她就坐在引擎盖上 说了这么的关话 首先可能 对方在买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做好 很好的选择和决策 所以我觉得 最应该责怪的 就是审视这个问题的 最终应该承担的 应该是女主 女主 女主自己自己吧 我觉得这个商家应该也 有一定对施主的赔偿机制吧 这个问题 问的是社会职场 不公正的现象 其实这个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你在职场里 有一句话叫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但你看到很多很多的部门 大家在公司要资源 要开抗的时候 什么样是有效的沟通 但是呢 这道题如果放在职场里的话 就是有效公通来得到 相应想要得到的权益 咱们不用把这个事情呢 说那么极致 对 其实他脸上和他的行为 就两个字 官方 对 不屑吧 应该是 你不觉得是一种官方的 口吻和微笑吗 你认为是不屑 包括自己语言 他认为是一种官方 发言人的感觉 对 那种微笑 他的表达一直是 那个哥哥呆呆的 因为他说一半留一半 他剩下的那一半 是留给自己的余地 我特想听三位 说一回答一下 我特想听三位说一回答一下 我特想听三位说一回答一下 来 我特想听三位说一回答一下马瑞 刚才马瑞给三位的题 三位都都回避了 他他回避你们也回避 你们还挺搭配的 马瑞问得很清楚 为什么留灯 你们没有一个人回答 来 朱涛为什么留灯 首先我觉得你们要承认 他的他的学历也好 专业也好 学校也好 都是优秀的 对吧 另外其实我 我觉得他有一种魔性 就像刚才周围总说的 我真的是感觉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想灭这个灯 我对你特别好奇 来 段东 也是好奇 但是呢 我是一定灭灯 我看不到你的真诚 总觉得你留有余地 你在观察 你也许有能力 让你 让我 发挥你的才能 但是 你在整场的沟通过程里边 没有 共赢的欲望 也许你在象牙塔里边 待得太久了 待得太久了 就说 我就是 中心 我要什么 很重要 你要什么 再说吧 第二轮选子 虚口令 我说 你 我说 我说 你